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捞出备用 今天还在菜市场买了一块牛里鸡 这块牛里鸡颜色鲜亮 非常的漂亮 现在我们把它改刀切片 也可以让摊放给你切好 装入盘中 接着我们来切蘑菇 蘑菇的根地的位置给它削掉一点 然后给它改刀切片 像视频中这样 朋友们平时炒出来的蘑菇 是不是容易碎口 今天阿辉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保证你炒出来的蘑菇又滑溜又香 我们来跟着视频的镜头 一起来看看吧 切好的蘑菇放到一盘备用 接着我们再来切点青红椒来配色 切好的青红椒 砖盘备用 再来切点葱段 切好的葱 装盘备用 再来切点姜丝 一起装盘 接着我们先把牛肉腌制一下 一会炒的时候才会嫩滑 加适量的黑胡椒粉 蚝油适量 再加一点生抽 玉米淀粉一勺 花生油适量 用手给它揉抓均匀 加入一点姜丝一起腌制 给它揉抓至酱料全部被吸进去 有点发黏的感觉 就可以了 腌制好的牛肉放到一盘备用 接着我们烧一锅水 在水中加入食用盐 两勺 我们把切好的蘑菇加入水中烫一下 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它的炒酸 煮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发色了 然后立即投入凉水中过凉 这样做出来的香菇才会够滑溜 再把香菇捞出沥水备用 材料都准备好之后 我们开始烘热 锅烧至冒烟之后 倒入食用油适量 加入葱头 再把鸡红椒也加进来 快速翻炒 鸡胡椒表面和味变分之后 加入油肉 鸡肉大致变分之后加入香菇 炒炒均匀之后加入味精 后就出锅了 一切包抹 千万不要炒老 装入盘中就可以明明的散用了 香菇滑牛肉就完成了 朋友们这样我们热气腾腾的香菇滑牛肉就完成了 非常非常的香 而且味道绝对不会输给外面大酒店 喜欢的朋友赶紧点赞收藏 做给家人吃吧 朋友们我们来尝下 香菇鲜嫩滑口 牛肉也是鲜嫩多汁 经过腌制的牛肉 炒起来特别的滑嫩 嗯 好吃又入味 非常的香 赶紧学下来做给家里的小朋友吃吧 朋友们这样做的香菇滑牛肉 真的非常的鲜嫩好吃 牛肉非常的香 香菇又滑口 你的家人一定会喜欢的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起来吧 朋友们安慧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